今天的路線是從Road to Off-Road 就是一開始會在公路正規的5v5 然後最後會到越野跑路線 OK 我們今天來到了福隆海水浴場 我們明天即將來參加Lava X-Trail 那這場比賽呢 它是正常的體能三向距離 但它把最後一項從公路路跑改成越野跑 所以算是第一次三下巷這樣的賽事 之前像參加X-Terra的時候是公路車改成越野車 那路跑改成越野跑 那這次呢是公路車依舊是騎在馬路上 但最後的一項越野跑呢 算是比較有挑戰 所以明天即將參加5v5的賽事 那我們剛剛已經報到完成 等一下可能會去海水 就是明天要比賽的游泳地方 稍微四游一下 OK 那我們就來去四游吧 已經來到了這邊跟明天的下水處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四個道 然後明天它是採用Rolling Start 就是一次四五個人 然後嗶 然後就出發下去 那看一下後面 我們明天要從這裡 跑 然後跳下水 從這邊跳下水 看起來要游很遠耶 在最後一個浮球 吊橋那邊 然後回來 明天的游泳一樣是1.5公里 但游完之後上岸 跑到轉換去也是1.5公里 所以有點遠 我們今天先來場看一下 水溫還蠻舒適的 但是現在已經是下午4點 所以可能水溫在明天早上 會在相對於現在可能在低溫一點 蠻期待明天的賽事 我們就回家 準備東西 睡飽明天來出發 明天賽道上見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轉換區 現在要準備進去放置物品 我們等一下跟大家介紹 我們帶了什麼東西 習慣會按照順序放 所以等一下第一項起來是游泳嘛 所以游泳下水就是 泳帽挖鏡 然後上來之後 先拿毛巾把身體沖乾淨 然後換卡鞋 然後襪子 然後這邊我還會放一些 我等一下吃的補給品 然後回來之後 換跑步的時候 就換跑鞋 然後帽子 還有GoPro電池 然後還有水杯 大概是我自己的簡單 轉換區的配置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 備用的果膠啊什麼的 然後這是沖腳的水 OK 我們轉換區設置的差不多了 我們等一下準備到下水處吧 加油 OK 我們已經來到起點前面了 待會我要跟著我身後的教練船們 一起挑戰 他們的515第一次 但我已經是應該第三次了 今天的路線呢 是從road to offroad 就是一開始會在公路 正規的515 然後最後呢 會到越野跑路線 好啦 我們準備下水吧 下水見 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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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拉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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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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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岸了 哇 不是很好游啊 一路都是 順岸有泥岸 一路真的是順順泥泥 然後 一直被別人壓到水裡 有點可怕 好 剛游了44分 有點慢 有點慢,加油 有點猛 準備轉換 這個轉換圈要跑1.5公里 我們剛剛游泳 項目游了44分鐘 超級慢 但今天的里程有點多 好像游了超過 一兩百吧 好像一千六百多 但是我可能自己定位有問題 一直在左右晃 在這裡 OK 我們轉換到自行車項目了 今天的狀況在游泳的時候比較慌張一點 所以游泳的成績不是很好 我們現在腳踏車路段總共是18K兩圈 然後總共是36K 剛出發這一段比較多上坡 但是有上就有下 因為要繞行兩圈 今天的腳踏車騎起來腳有點疲勞 就是會有那種感覺練了有點太多騎到後段的感覺 但應該也是我自己太久沒有練習轉換 從游泳轉換到腳踏車的練習 所以今天的前面目標 要想算維持200W 用比較直重3的強度 先維持一下恢復肌肉彈性的感覺 第一個10公里 17分44 大概在速度上還OK 有維持在大概30出頭的時速 在Wild慶避兩圈 而立場就走高位 崇禹柔 真的你送人 快樂 作詞 中文字幕提供 路線其實還蠻漂亮的 一邊可以看到海 然後一邊又是鐵路旁邊 很有那種去台東的感覺 那個路線很漂亮 而且今天天氣很棒 因為已經下一個禮拜的雨了 目前已經騎到第二圈 現在肌肉稍微感覺比站一圈適應一點 肌肉稍微感覺比站一圈適應一點 因為第一圈有點疲勞 這一圈感覺好一點 目前26K均速都還維持 在5公里8分20左右 還不錯 最後10K了 加油 比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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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